大家好 我是爱玩爱聊的各位老王 今天咱们谈谈唯满洲国 所谓满洲本来并不是一个地理概念 而是指满族人 因为清朝满族人的正式名称是满洲族 满族是个简称 大约在十九世纪初 日本学者开始在他们的著作当中 把满洲作为地名使用 大致指的就是中国的东北地区 当时欧洲的传教士 后来也接受了这个用法 称中国的东北地区为满洲利亚 但是在清政府的官方正式文件当中 当时并不把东北地区称为满洲 而是叫东三省 1932年所谓满洲国成立以后 满洲才开始作为一个地理名称 出现在正式的国际条约 以及官方文件当中 维满洲国成立的历史背景 要上诉至日俄对中国东北和朝鲜利益的争夺 1895年甲午战争 中国战败 战后通过马关条约 日本就隔战了中国的辽东半岛 但是签约之后仅仅六天 俄国就联合法国和德国出面干涉 要求日本归还中国的辽东半岛 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三国干涉还聊 最后协商的结果是清政府支付了三千万两白银 作为特出赎金 从日本手里赎回了辽东半岛 而赎金是跟俄国人借的 所以俄国随后就又从清政府手里租借了大连和旅顺 这等于转了一圈 辽东半岛最后成了俄国的利益 同时因为甲午战争战败 清政府就采取了一个联俄抗日的外交策略 清政府与俄国在1896年签订了中俄密约 目的就是在朝鲜和满洲 中俄联手共同对抗日本 而俄国因此就获得了在满洲修建铁路的权利 这就是俄国所说的中东铁路 是中国东方铁路的简称 清政府把它称为东清铁路 东清铁路以哈尔滨为中心 西至满洲里 东至隋芬河 南至大连 1897年开工 设计全长大约是2400公里 计划工期是六年 但是三年以后 1900年中国爆发了义和团运动 俄国当时就以保护满洲铁路的名义 出兵占领了东北全境 辛丑条约签订之后 俄国不履行撤兵承诺 日本就认为俄国企图把吞并中国东北变成继承事实 而这就直接危及到了日本的在华利益 同时也引起了英国和美国等列强的不满 1902年 英国和日本联手结成英日同盟 开始共同对抗俄国在朝鲜和中国东北的扩张 1903年 中东铁路全线通车开始投入运营 但是还不到一年 1904年 日本就在英国和美国的支持下 与俄国开战 日俄战争爆发 最后俄国战败求和 美国出面当调停人 日俄就在美国缅银州的普斯茅斯海军基地 签订了日俄停战协议 这就是普斯茅斯协议 这个协议的核心内容 就是重新划分了日本和俄国在东北亚的势力范围 大大的削弱了俄国的势力 其中和中国有关的内容 简单的说 就是俄国隔让了南满铁路 南满变成了日本的势力范围 所谓南满铁路 就是东清铁路从长春到大连的这一段 美国的铁路大王 联合台平洋铁路公司的董事长哈里曼 他在普斯茅斯协议还在谈判的时候就来到日本 要求与日本合作经营南满铁路 被日本拒绝以后 就要改为贷款和参股中国公司 扶持中国公司在南满自建铁路 继续与日本争夺在东北的铁路权 日本方面认为南满铁路是日本在日俄战争当中获得的唯一的有形战利品 中国的自建铁路会给南满铁路带来很大的经营压力 中国和美国是在互相利用联手对付日本 目的是要逐渐的置南满铁路于死地 1915年中日签订了一个中日民寺条约 日本当时借助一战美英等列强无暇东顾的机会 暂时确立了日本在华利益的优势地位 但是随着一战的结束 特别是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上 欧美列强开始围堵日本的在华利益 日本开始受到各种各样的制约 日英同盟也被解散 如果说南满铁路之争是美日之间的经济角力 那么华盛顿会议就应该算是日美之间的政治决斗 在华盛顿会议上达成的九国公约 事实上就是把美国的所谓门户开放政策国际条约化了 变成了国际法公约 简单的说 从此以后 日本在满洲谋求的任何利益和特权 就都可以说是违反九国公约的 所以在1931年918事变之后 日本就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谴责 国联认为它侵犯了中国主权 要求日本退出满洲 日本拒绝接受 并且宣布退出了国联 日本因此就在国际社会上陷入了孤立 所以在当时的国际舆论的压力下 日本如果想要继续维持其在满洲的利益 就只有让满洲脱离中华民国政府 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才能具有某种合法性 而满洲之所以被认为是中华民国主权领土的法理依据 就是清帝退位诏书当中明确声明 清王朝的一切主权与领土移交临时共和政府 因此满洲当然是中华民国之主权领土 但是1912年2月12号 清帝溥仪颁布的退位诏书的同日 还颁布了一个法理文件 就是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条件 这就是所谓的清史优待条件 其内容分为甲乙柄三部分 一共19条 也就是说溥仪退位的法律文件 是有不可分割的两部分构成的 简单的说 就是清帝承诺交出政权与领土 移交中华民国政府 同时中华民国政府承诺 保证清史享有一切优待条件 换句话也可以说 中华民国的主权是从大清王朝和平输买的 但是清帝退位之后 新生的中华民国政府并没有如约履行清史优待条件 可以说19条基本都没做到 所以追随溥仪的所谓保皇党人 当时就认为 事实上民国政府靠欺骗获得的权利是不合法的 另外1915年袁世凯又开始推行所谓红线帝制 虽然最后失败 但是保皇党人就认为 既然袁世凯可以推行帝制 溥仪当然也就可以恢复帝制 所以1917年就爆发了所谓的张勋复辟 其实所谓的张勋复辟是一个以恶传恶的说法 因为张勋事实上并不是复辟清王朝的君主专制帝制 而是要创建一个新的以溥仪为皇帝的君主立宪制 其所颁布的九章约法明确约定了国体性质 是君主立宪制 并且强调要严格遵守和执行皇室犹带条件 虽然最后张勋的所谓帝制复辟只维持了12天 就以失败告终 但是张勋复辟带来的一个结果 就是民国政府和清帝溥仪事实上都已经违背了他们当初的政治承诺 因为先是民国政府没有履行清史优待条件 而后溥仪也没有遵守承诺退出权力 所以当初的结束帝制建立民国的约法 事实上双方都已违约 换句话说 如果说中华民国之主权已经不具备合法性 那满洲脱离中华民国自己建国就具备了合法性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 并且强迫溥仪签订了修正清史优待条件 完全推翻了原来的清史优待条件当中所承诺的 永远废除了皇帝尊号 将皇室的年金从400万元改为50万元 并且将溥仪直接赶出了自尽城 也不允许诸义和元 要以后自己选择住所 其实当初约定的400万元 民国政府也没有真正的如数支付过 而冯玉祥修订的50万元 最后也没有真正支付过 而从紫禁城被赶出来的溥仪 先是住在他父亲纯亲王宰风家 1925年就在日本的协助下转至天津 住进了日租界的张元和靖元 因为在1922年签订的九国公约的背景下 如果满洲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理论上说日本就能够摆脱九国公约的限制 和列强的围堵 实现日本的所谓满洲利益 所以应该说扶持溥仪 让满洲从民国政府的版图当中 分离出去的政治企图 从这个时刻就开始了 而九一八事变后 日本所面临的异常孤立的国际形势 就使满洲国的成立提上了日程 1931年底 溥仪在日本的帮助下 从天津乘船到达满洲 1932年的3月1号 发表满洲独立宣言 宣布北满洲国成立建都长春 当时的名称叫新京 领土就包括今天的黑中江 吉林辽宁三省的全境 以及内蒙古的东部和河北的成德地区 面积大约是113万平方公里 人口大约是3400万 其中汉族占大约83% 蒙古族与满族合计占大约15% 日本人和朝鲜人合计占大约2% 国体为君主立宪制 建国方针就是王道乐土 武族邪俄 所谓武族就是汉族 满族 猛族 朝鲜族和日本的大和族 同时与日本签订了一个叫日版议定书 日本负责承担满洲国的防卫与安全 最先承认为满洲国的是日本和萨尔瓦多 之后反共产国际联盟的参加国 德国 意大利 西班牙 泰国 等十几个国家 以及苏联和汪精卫政府 也都承认了满洲国 美英当时则号召世界各国拒绝承认满洲国 到1943年 当时世界上大约有80个国家 其中有23个承认为满洲国 满洲在经济上实行的是一种所谓日满一体的社会主义式的计划经济体制 所有的重要产业实行所谓一业一公司制度 就是每一个行业都有一个特殊的公司垄断经营 一共有40多家特殊垄断公司和20多家准特殊垄断公司 垄断的公司是半官半民的混合所有制企业 满洲国政府与日本投资者共同出资 按股份比例分红 如果出现亏损 满洲国政府保障投资者10%的利润 在日本的投资和日本财阀的支持下 经过满洲产业开发五年计划的发展 为满洲国的工业产值在二战末期 一度已经超过了日本本土 成为了亚洲第一大工业国 1945年全中国的铁路总里程大约是两万两千公里 其中有一半在维满洲国 1949年全中国的公路总里程只有大约8万多公里 其中大约6万公里在维满洲国 1945年的8月8号苏联对日宣战 午夜苏联红军进入满洲 8月11日 溥仪为满洲国的官员开始撤离 8月13日乘火车到达通化大栗子车站 15日日本宣布投降 8月17日 溥仪在大栗子沟的矿山诸事会社的一个济工培养所 举行了退位仪式 宣读了一个叫满洲国皇帝退位诏书 宣布北满洲国政府正式解散 因为这个退位仪式是在8月17号的午夜前开始的 午夜后结束的 所以北满洲国的终结日就有了17号和18号两个不同的说法 另外因为当时情势急迫局面混乱 溥仪宣读完退位诏书之后并没有人负责收藏保管 最后这个退位诏书这么一份重要的历史文献 居然下落不明找不着了 所以今天我们只知道溥仪举行了退位仪式 也宣读了退位诏书 但是这个退位诏书究竟说了什么 已经不知道了 从1932年的3月1号开始 到1945年的8月17日或者18日结束 北满洲国一共存续了13年零五月 北满洲国倫 北满洲地元